两岸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他们的社会发展都是需要用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去吸取一些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的一些经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尽快地去推动,我想是对城市的发展都是有正面意义的。 而且特别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当两岸现在在高端政治现在还存在很大分歧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针对两岸民众的一种诉求, 特别是九合一选举中所显示出的,台湾的民众现在对于经济议题,对于社会民生议题,他的关注度更高,而不是关注那些所谓的正名啊,公投啊这些。 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加的聚焦这种低端的经济议题,社会民生议题,我想也是为今后两岸解决政治分歧,创造条件。 所以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还是应该积极鼓励和推动的。